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这个《西门透视》真是欲罢不难 真是难得跟Martin聊天 尤其是梓健有很多事情想问 我见他这么乐观 在民主路上Martin就很乐观 我和梓健就可能我们 但你见的应该多过我们很多 为何我们这么悲观 可能是这样 可能你预先的期望太高 我预先的期望不是那么高 所以当后果不是那么好时 我就没有那么失望 而且我觉得宗教信仰给我很大支持 我看到好像没什么路走的时候 我走到教堂里面自己想一想 我经常想到圣经里面一段 就是天空那些雀很便宜 但每一只雀跌到地下 你天上的父亲都知道 你头发都熟了 他知道了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些野花也很漂亮 是的 这段对我很大观 那我想想 现在我们走这条路 天主是知道我们走这条路的 他是想我们走这条路的 最终怎样呢 我不知道 但最终他一定有安排 你可以从一个轻松的角度 就是石坚而已 你现在被石坚打 不要紧的 就算你讲到圣经也好 其实很多时候 政治都是利用了信仰 或者在神学里面 是在识经方面移动了 尤其我和阿快必特别清楚 在教会里面 譬如识一段圣经 它已经是偏重了在政府那边 现在就是最 我为什么比你悲观呢 就是你听到97年前的讲道 2003年7日之后 之前后里面的牧师的讲道 和今时今日讲的讲道 是完全不同的 以前会讲社会公义的 上下是公义的 现在没有 我我你低了 大英姊妹和谐 最重要的那些 不要搞那么多事 顾念天国的事 这些政治的事 不要搞 其实你看到 教会的神学观 都不断变化 怎会不悲观呢 去到最后仍然 仍然投票 因为香港是投暗票 仍然是民主派 一直都是领先 在这里还没变 那当然 遲些会不会变 不会的 但是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立场 所以你起码 你自己每一个人 肯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们只能够 你就不可以强求 前后左右都要跟你一样 起码你站在这个方位 记得先守着 那你希望其他人 就算变也不要变得那么快 我常常都说 等它跌下去的时候 不要跌得那么快 是 接轨的时候 到重型的高地接轨 那其实你觉得 民主党的年轻人 你有什么 或者应该这么说 其他民主派的年轻人 你有什么可以给他们 一些鼓励 或者有什么信息 可以给大家去参考 我们唯有说 第一你要知道 真理最后都会胜利 现在我们是站在正确的一边 是 历史会还一个公道给我们 只要我们不要放弃 我常常都说 只要我还可以继续在那里争取 我就没有失败 是 当我放弃那天 就是失败那天 嗯 老实说 现在还有这么多青年 肯进入我们民主派 已经是一件好事了 是 你说他怎么洗脑 还是这些人没有 仍然棋硬 其实我很害怕 我很坦白说 这个节目是什么都可以说的 我为什么这样问你呢 就是 其实反对五区公投 其实没有所谓 是吧 他有他的意见 是吧 我最害怕的是 我们有些年轻的议员 或者民主派的人士 我们这些民主派的大陆 当年05年 是不应该否决 那个正确方案 现在他说的用词 简直跟林瑞伦当时用的一样 所以我最害怕的一件事 为什么我会悲观呢 来安慰我 现在就不是 我听到我真的很害怕 其实05年我们怎么反对呢 就是因为他没有向前走 就是了 你先想想 如果05年我们这个方案通过了 是 这次会怎样呢 这次的方案呢 可能都是每区都 就是每一边加十多 每一边就加多几席 那一路都加了 去到最后呢 就是商户制了 是了 那时候应该说了 有谈的了 那时候已经拿出来谈了 好不好 就是上议会下议会 就是功能阻别一个议会 直选一个议会 那这个构思呢 其实我早就提的了 是啊 我跟内地的人说 因为早期 因为我不懂那么多东西 英国政府就是这样的 英国就是两院制 是 香港好不好呢 他们说不要 香港那么小不需要啊 所以就 后来就没有人提了 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 现在的年轻人 是啊 你坚守 你认为对 你才是民主党 是民主派的 是啊 既然你进得来 那你就一定要 有希望 你没有希望呢 老实说也不会入民主党 是 是 那大家呢 已经肯定 有牺牲精神了 如果不是又 不会入民主党 没错 如果你想从政 想有钱 就是民建联 是啊 不用做事 别人帮你做买 有钱分 大家了解不到 2005年的政改方案 那个糖衣 毒药 那种阴毒 那种阴毒 如果是一路这样做 就是一路他说了事 很阴毒 那就永远 就不会有个终点给你的 除非他想着赢实了 民建园已经赢了 那他就给你了 但现在呢 我们因为反对了他呢 政府就说 你们错 是不是我们错 起码我现在拿到一个日期 2017 2020 就是因为反对了他之后 继续争取2012双普选 是 继续争取 他迫得很紧要呢 他才终须呢 就交个方案出来 起码呢 有日期了 所以我们顺理成章就是日期 不敢就落实它了 是这样吧 那我们吃着想 那其实是有做到事情出来的 共产党这么不喜欢的 他都做了些事情出来 你知道 我其实真的 就是小时候十多岁 都是叫他跟着你后面 那些十四岁 就是未有毛去到有毛 未结婚去到结婚 去到有白头发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 你那个港同盟 我是港同盟时代 到现在了 你觉得民主党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期望呢 对民主党 有什么变化 是不是变弱了 你越来越远皮 或者是越来越精 我觉得呢 我最兴奋的时候 就是港同盟 是 我也是 那时候 因为开始 九一年有直选 是 那时候有两个议题 另外很烦的 一个是死刑 是 一个是第一收容港 就是越南 越南船民港 这两个是重要的议程 选举人一定拿来砌我们 是 我们召开了一个特别会员大会 是 是 是 反对死刑 是 第二呢 船民那里呢 我记得吴明欣出来说 那时候 其实伤得我很厉害 但我们都应该继续支持政府 香港做第一收容港 我们不可以把船民赶出去 让他们死的 是是是 那我就跟他们说 跟党会又说 我很开心 你们作出这个决定 是 但我可以告诉你 我不知道会因为这样 而我们参选的人 会因为我们这两个这么坚定的立场 而因为失了选票 而选不入立法局 但最后呢 我们决定了之后呢 我们十四个参选的人 有两个输了 而那两个呢 是放弃这两个立场 在电视广播 电视辩论的时候呢 是放弃这两个立场 是 是 新界东那两个 只有输了两个 其他12个赢的 是 哪个呢 哪两个呢 一个就是 刘光华 这个刘光华 哦 这个 现在赢了 现在赢了 他赢了 他赢了 是吧 那现在 差不多时候了 就是 你会常常说民主 优先的组织 和党 高于自己 我怎么这么说呢 我不知道其他党友是否 在我来说 为何要组党呢 目标呢 和目的呢 就是为香港 争取到民主 所以我很早已经跟记者说 我说当我争取到民主的人 我会退下来 我说为什麽呢 我说因为不要紧要 有个民主制度 选谁都可以的 是 是 就是这样 所以我永远 民主第一 民主党第二 李柱明都排不到第三 家里还有儿子还有太太 还要打官司 一直都连进去 我觉得 我自己的角色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不是 每个人都想问我 我又不可以勉强人 但是傻傻的 基督路问 那你觉得天主第一呢 民主第一 那当然是天主第一 哈哈哈哈哈哈 好 谢谢马丁 真是很开心一下你了 好啊 真是很开心 而且真的有一种 就是大人物 真的觉得她 尤其是最后说那些话 真是多谢马丁 希望有机会再跟你聊天 好的 好 跟你学多些东西 多谢马丁 拜拜